下車 警方呵斥叫車駕駛下車 男子還持續裝傻坐在駕駛座 遲遲不下來 警方直接拔槍 男子或許嚇到了這才下車 一直不斷重複問著怎麼了 原來他酒駕了 男子酒測值超過0.25 警方直接將他上號逮捕 而證明男子先前不止酒駕 還一路違規 明明是紅燈交車直接闖了過去 巡邏警車一路追逐 沒想到男子繼續闖紅燈 還有紅燈右轉 幾個路口之後才停了下來 事件發生在高雄古山區 10號凌晨22歲的墨西男子 不但酒駕還交通違規 最後警方開了六張罰單 而這其實已經不是他的第一次 另外林亞區也有民眾酒駕被抓 警方廣播要前面的病室車停下 因為車輛搖搖晃晃實在危險 女子下車之後 酒氣撲鼻還不斷語無倫次 這名48歲黃新女子 9號凌晨3點多喝了威士忌還開車上路 被警方攔下來之後 酒測值高達0.95 最後被一公共危險罪送辦 警方表示週秋連假不少人都會喝酒慶祝 但警方再三強調 飲酒別開車別心存僥倖酒駕 以免害人害己 華視新聞參謀這週後被高雄報導